手脚发麻,多是气血过不去了,一方帮你,把预制的气血疏通。 你是不是经常感觉手脚发麻,到医院检查检查呢,也查不出什么问题。 其实啊,这多是因为气血过不去了。 今天崔升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,帮你把预制的气血给疏通。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情况,一个姿势时间长了, 比如说上厕所时间长了,站起来就腿麻,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压迫导致气血不通。 那有的人他无缘无故就手脚发麻,是怎么回事呢? 就是因为你本身的气血运行出了问题。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,本来气血就比较亏虚,阳气不足。 那这种人的身体就像什么呢? 就像一个比较破旧的房子,是最经不起风吹的。 尤其是你睡觉的时候,或者是干点活,出了一身汗的时候。 风一吹,风邪就潜入肌体了。 这种人体内还容易有淤血,风邪把淤血堵在皮肤,导致气血运行不畅。 在中医呢,叫做血壁,就容易出现皮肤的麻木,或者是肢体关节的酸痛。 有的人还会有出汗怕风的症状。 你看舌头呢,舌质是紫暗的。 今天崔森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呀,是张仲景的黄芪桂枝五物汤。 方中呢,一共有五味药。 黄芪桂枝,少药,生姜和大枣。 其中,黄芪补气,重在补一味表之气。 桂枝呢,是一味解表散寒药,能够温通经脉,疏散风寒。 配合黄芪振奋,喂羊,少药,羊血,和银,生姜,大枣,调和银味。 简单五味药,顾表,但是不留邪,去邪的同时呢,还不伤症。 宣通阳气,打通预制的血脉。 那肯定有人要问了,这方子该怎么用,每个药用量是多少。 涉及到用药,我们还是要谨慎,在临床使用中,首先要辨证准确。 另外呢,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,再次进行药味和药量的加减。 切记照超原方,如果你有需要,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辨证。 好了,那这就是崔升呀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。